Hello 大家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們是不是說我最近的聲音溫柔了呢? 這個下午時段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靈異故事 讓大家是不是好像外面有些陽光 是不是好像有些亮晶晶的感覺? 好了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開始講靈異故事 我這條影片不單只講一個靈異故事 而是講兩個靈異故事 話說如果去拜山的時候 千萬不要亂說話 尤其是對先人 老一輩的人經常都會說 你去拜山不要不信且 一定要尊敬先人 又或者總是有些人 說話不經歷 認為我隨便說幾句 不應該會有什麼問題 不過靈界的朋友就不是這樣說了 事件發生在2000年代初 當時一個三十多歲的阿水 她和太太、她女兒還有她媽媽 齊齊住在九龍某一間舊式公共屋邨 單位裡隔著兩間板間房 有廚房和廁所 在露台位置 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公共屋邨 那個單位阿水有篩住到大 幾十年來都相安無事 從來都沒有任何靈異事件發生過 直到某一年的秋天 她四歲的女兒突然間在半夜醒了 夢遊地走到廳的中間 指著露台的位置 啊!外面有個姐姐啊! 阿水的太太立即走出去看看 那晚只見到露台 一個人都沒有 根本沒有什麼姐姐 她根本不當一回事 立刻抱著女兒 回到她的房間繼續睡 到了第二晚 阿水的媽媽在凌晨4時起床 準備去神魂入 走出露台正準備去廁所 竟然見到一個自己不認識的女人 站在露台的一個 她媽媽嚇了一驚 當時馬上開燈 但轉眼間 這個女人在空氣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之後那一晚 就龍刀阿水的太太 阿水媽 她也見到有一個女人突然間出現 一家人的情況都覺得 似乎這房子好像有骯髒 全屋唯一的男人就是阿水 雖然她見不到露台的女人 但是那幾晚 不斷地聽到有一把女人聲 在她的耳邊說話 好無奈 始終聽不清楚她說什麼 到底在說什麼呢 之後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阿水每晚到晚上 在晚上凌晨2点多的时候,她就会被这把女人叫醒了 弄到她没睡觉 然后水妈经过街坊的介绍,找了一个问米婆 问米婆就告诉她什么 谁知道水妈一见到那个姑姑 但姑姑就告诉她,你家里有一只女鬼 是阿水也回家的 因为她曾答应对方做一些事 其实是什么呢? 根本就不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 问阿水,她又不太认 最终他们唯有做一个法事 在家里贴了一些符,再烧了一些金银衣纸 想着可以解决 阿水妈回到家就问阿水 喂,究竟你做过什么? 阿水想了一想,终于说出了当中的原因 原来早在两个星期之前,她和同事 一起去了龙虾湾少校BBQ 在当时,几个人一起去附近的一间寺庙参观游览 过程之中,有人发现 原来有一位香港著名已故的女艺园 某一个牌位就是设在那个寺庙 那位女艺园正是阿水西哥时候的偶像 当年她是自杀身亡的 整班人顺便拜了她一拜 想不到向外口花花的阿水 被之间冲口而出 哎,如果我早二十年 我就可以娶这个女艺园为妻了 她更加感叹,哎,这么早就死了 还生得这么漂亮 当时在场的朋友叫她,喂,别乱说话 无奈,已经冲口而出了 都收不回了,说话就好像搏出去的水一样 说了,收不回了 好了,当阿水妈问了这个阿姑 那个文米婆之后 回去做了一场法事 阿水一家人就再没见过露台的女鬼 她也可以一教训天国 但是问及这个文米婆提醒她这样说 阿水,以后你去寺庙拜生的时候 千万不要胡说话 这一次的女鬼是没有恶意的 她觉得你只不过是一个小粉丝 所以她今次放过你 如果下次再对着先人胡说话的话 可能就不是拜一拜那么简单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 一个真人真事 你觉得很细声? 很细声吗? 我尽可能大声一点 好了,我们又去到 疑似去到这个浩冲 很猛鬼的阿州电视浩冲制片厂 你知道吧 其实鬼谷到处都有 但是一般来说 总是在一些有历史悠久的地方发生 特别是那些已经荒废了 不再用的地方 更加是鬼话连篇 有一些地方 其实早已经废置不用了 她之前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很多灵异事件都在那里传出来 当中就有西贡豪冲旧的亚视片厂 亚洲电视豪冲的制片厂 是位于豪冲制片厂 是亚洲电视旗下的物业 由当时大股东 林伯恩在2000年的时候 以2550万 向亚视扣入 然后再以月租的形式 租给亚视作为制作影片之用 好像我和姜师有个约会 就是在这里取景拍摄 其后因为财政紧存 所以就停止了拍剧 这里一直都是荒废了 到现在 加上土地的用途关系 空置了这个录影厂是唯一的选择 在厂房里面 全部都是一些图压graffiti 从地上到顶楼 什么去到天台 全部都是画满了一些图压 在香港数一数二的图压天堂 很多人喜欢在墙上画一些很漂亮 或者有艺术性 有些可能像鬼那样 这里也经常传出闹鬼 是城中最猛鬼的地方之一 其实那里还有一个保安员 他在拍摄当日 仍然是坚守着这个崗位 早前有一帮人他不信扯 只是想撞鬼去灵探的年轻人 就在某一年的农历七月十四 鬼节当晚 夜探这个豪冲的旧片厂 或者这帮年轻人 根本不知道这个录影厂 之前发生过什么恐怖的往事 豪冲的片厂 在早年亚洲电视拍摄的时候 是主要的场地之一 有曾经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的 旧亚视职员 讲述发生其中一个录影厂 厕所的鬼谷 话说当年亚洲电视 仍然有剧集拍摄的 某一个晚上 正在豪冲其中一个摄影棚开工 当时有一位阴阳眼的朋友 他能够见到灵界的化妆师 去完摄影棚洗手间之后 对着其他工作人员说 去厕所记得说 麻烦谢谢 日本人深夜拍戏的工作人员 都不信扯的 多数都是大胆麻烦佬 大部分人 唯有照做 但其中一个蓝座道 不知道是否鬼隐眼 竟然因为太急了 他一个人进厕所小解 慢慢他觉得不太舒服 再割了几分钟后 他左边面即时就肿了 有阴阳眼的化妆师 立即问他 你刚才有没有说 麻烦谢谢 并且即时点在香烛去拜祭 不好意思 小孩子不认识世界 接着 这位座道的左边面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原本是肿了 立即拜祭后 就回复现状 事后这个化妆师说 原来他早就见到 厕所里面 全部都站满了灵体 不知道在这里聚会 或是开派对 所以他早就叫大家 在厕所里 如果你如此之前 记得说 麻烦谢谢 以免充足灵界 你知道 他们开派对的话 没有遇到你 豪冲的片厂 另一个灵异故事就是 发生在这个厕所 不过这次是录音室的流程 据知当年录影节目的时候 有很多都在豪冲的片厂录制 又在某一个晚上 他们在赶工录音 有一位女配音员 在空档的时候 就在洗手间 摔尿 摔尿之后 他就去到洗手盘洗手 遇上一位熟口熟面的女人 在洗手 电视台深夜 仍然有员工出入 是正常不过的事 更何况 这个女人 他见到 随即和一个 女配音员打招呼 喂 多好啊 似乎是碰口碰面 一些同事或者熟人 女配音员 不以为言 就和他聊天 聊天 在尚尾 当两人聊到 慶高采烈之際 哇 你知不知道 哎 那导演好孤寒的 连饭盒都没有过 这么晚才放饭 但女配音员 同时看着镜 梳理一下她的头发 整理一下易容 突然之间 她觉得好像有点不耗脱 因为 站在她身边的女人 就在她眼前 但是镜 完全看不到这个人 人影都没有 女配音员 早就听闻过不少类似的传说 虽然她心很害怕 但是仍然保持镇定 微笑地走出这个厕所 她不敢打招呼 也不敢看回头 直到遇到其他同事 她才松一口气 更加发现当晚的录影厂 全部都只是她们一组的配音员开工 那位有人没有拍的女同事 又或者是以前的员工 回来和同事聚集 问题就是 她已经不在阳间了 阴阳相隔 为什么会在这个厕所出现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可能这个女配音员 她一时时暈倒 因为不够分所致 所以大家如果晚上去这些 荒山夜靓厕所 我奉劝各位 都是小心点 不要随随便便 和不熟的人打招呼 或者攀谈 如果不是 你好像她这样 见到人聊天 但是在一块镜子 红红鱼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一个就是我 和大家送给你的 另一故事 大家喜不喜欢 喜不喜欢 你们听不听到我说 清楚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们不喜欢我说鬼故事吗 好了 现在还是这个 说得很神奇 Billionman 多谢Billionman 因为她 早上让我看到 她在我的旧影片留言 那些旧影片都会等出来 那些旧影片都会等出来 哦 配音不用怕 哦 明月曹光 陰风吹冷汗 她的眼光 好似好似 好似好似星星发光 好似好似 好似 双方方 哈哈哈哈 你们喜欢我说鬼故事吗 下午 没有晚上那么害怕 好了 麻烦大家帮忙 推推推 因为始终直播少人看 希望有些人更远 哈哈哈哈 多多叫我米鬼祥 好了 那我继续吧 她说什么 Audrey说 我觉得 如果在镜头看不到人拍的话 更害怕 是啊 我不是就是说她在镜头看不到的人 看不到的人 是啊 搞气氛好棒 OK Thank you 超喜欢 好多谢 我现在再制作 你们记得 留意留意我什么时候上载影片 希望大家帮忙 Loop的播放清单 好吗 不知为什么我的脚很凉 可能我放在一张吧桌椅 好 我们稍后再聊 多谢 拜拜